花林县政府2号上午在县力体育馆举办了 齐心乐灵璀璨社区联合成果展 表扬句点动动首创意作品尊敬活动有20位的长者 在全场1500多人见证之下上台受奖展现长者不老学习精神 在地老化是全球高龄社会的目标 花林县政府在徐正位县长的带领之下 持续推动多项的老人照护措施朝向一村里一句点迈进 第一个我们希望这里就是共生共学共食共乐 然后用社区关怀据点跟志愿服务来做一个串接 然后最后有一个快乐的学习就是长青大学 那目前呢长青大学已经超过有6000多人的学员 有50几班的一个班别 然后呢志愿服务的有8000多位的志工 但是我们年龄层天高 希望我们能够招来更多的中壮年 以及青年的乡亲来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号召花莲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长者 展露长者的巧思与才华 立委夫昆琪以及多位议员 乡政长也都到场致辞 当我们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照顾我们 在欧美地区就有非常多的国家 对于青年的这些伙伴 希望他们投入志工服务的行列 有一个时间的银行 今天你投入多少的时间 参与老人照料的服务 累积起来 未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就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志工 来照顾你这位老大人 花莲县政府112年子 已成立了95个社区关怀据点 以及巷弄长照站 促进社区老人身心健康 发挥初级预防照顾功能 建立连续性的照顾体系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